1649年 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 同年12月他率军平定广州 并奉命驻扎在此 由此成为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一 一天尚可喜带着重金来到海云寺 希望得到高僧天然和尚的点拨 当时两人聊了很久 最终天然和尚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平凡具佛性而无定力 犹豫多人 肖强之祸 不选种以 皇记其他也 天然和尚的意思是 尚可喜很有佛性 但没有定力 做事犹豫不决 最终会导致肖强之祸 尚可喜当时并不相信 便下山去了 没想到若干年后 果然获起肖强 他竟然被亲儿子尚之信给囚禁了 没多久就郁郁而终 在三藩之中 吴三桂和耿京中 都因为参与三藩之乱 而死无葬身之地 只有尚可喜看清了大事 他虽然被儿子囚禁致死 却受到了康熙帝的被家推崇 其子孙也大多因他而得以保全 上可喜出生于1604年 祖籍山西红桐 生长于辽东海州 他祖上并不显赫 世代勿农 1622年 因厚金入侵辽省地区 尚可喜的家庭受到波及 他的母亲不幸被厚金军队杀死 他的父亲尚学礼 为了给妻子报仇 便在辽西参加了明军 起初 尚学礼在辽东巡抚王化珍麾下 后来转入皮岛毛文龙麾下 并被毛文龙收为养孙 取名毛永喜 1623年 尚可喜加入明朝水师 不久后来到皮岛与父亲团聚 由此成为毛文龙的部下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尚可喜来到皮岛没多久 他的父亲就在一次作战中 被厚金打死 毛文龙很可怜他 便将其父的部下交给他统领 他由此成为一个小头领 尚可喜虽然不到二十岁 却勇猛过人 富有谋略 有一次皮岛发生兵变 当时驻扎在海上的尚可喜 反应迅速 当即率军回岛平乱 杀领头的耿仲裕 王英元等人 重新扶持黄龙出来试试 因此得到黄龙的赏识 被提拔为游姬将军 后来明朝发生无桥兵变 孔友德 耿仲明等占据登州 抗拒明军一年多 黄龙推荐尚可喜出征登州 尚可喜不负所托 很快就收复吕顺 继而赶走孔友德 耿仲明 收复整个登州 因评判有功 尚可喜被着身为副将 驻守广禄岛 同年七月 被尚可喜赶走的孔友德 耿仲明等人无处可去 便跑去投靠了后金 后金派军队帮助他们反攻登州 导致坐镇吕顺的东江总兵黄龙被杀 而尚可喜在吕顺的妻妾及家眷 势必等数百口人 也都被迫投水而死 可以说 尚可喜与后金 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的父母及妻儿老小 没有一个不是死在后金手上 因此我们很难相信 这样一个人会投靠后金 但是 仅仅在七个月之后 尚可喜就投靠了后金 与仇人孔友德 耿仲明做了队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当初尚可喜平定提导兵变 导致兵变的首唱者 沈士奎夺权失败 后来黄龙去世 沈士奎接任东江总兵 成为了尚可喜的顶头上司 便打算将尚可喜骗到皮岛杀掉 但是尚可喜的一个叫做徐尔显的属下 意外从皮岛得知了沈士奎的阴谋 并派人将消息传递给他 他深感自己在明军中前途渺茫 于是产生了投靠后金的想法 1634年正月初一 借着元旦庆祝之际 尚可喜邪麾下广路 大小长山 石城 海洋五岛军民一万多人 外加军资器械和船只等投靠后金 黄太极早就听说尚可喜是个人才 得知其前来投靠 高兴得不得了 当即大呼天助我也 还特意到圣经城外三十里迎接 并向其许诺享受与孔友德 耿仲明同样的待遇 黄太极还为尚可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并圣赞尚可喜达遍通全 知名运之轻微 时时事之相辈 不久后 黄太极便封尚可喜为总兵官 并赏赐他无数金银珠宝 还派人去寻找他的家人 最终找到了没被淹死的家眷二十七人 这让尚可喜十分感动 不得不说 面对着国仇家恨 尚可喜依然投靠了后金 虽然有生存的迫不得已 但从大意上是说不过去的 这是他一生的污点 无法洗刷干净 而投靠后金之后 尚可喜也迎来了新生 属于他的辉煌人生 也即将拉开序幕 1636年 皇太极改后金为清 即皇帝位 清朝就此建立 他将矛头直指明朝 与入关夺取大明江山 像元朝那样建立一个大一统王朝 皇太极称帝之后 大封功臣 他册封孔友德为功顺王 耿仲名为怀顺王 尚可喜为至顺王 此三王即为清出三顺王 在被封为至顺王之后 尚可喜得到了家乡海州 作为封地 他也将家眷安置在此 不久后 他就跟随皇太极出征朝鲜 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 自此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1642年 清朝与明朝爆发著名的松山之战 此战当中 尚可喜表现优异 帮助清军攻下松山 杏山等地 不久后皇太极设置汉军八旗 尚可喜被编入香兰旗 他在清朝的贵族身份 因此多了一份保障 1644年 镇守山海关的名将吴三贵 在大顺与清朝之间 最终选择了清朝 他献出山海关 清军在多尔滚的率领下 顺利入关 并很快就占领北京 当时尚可喜也随清军入关 不久他便与吴三贵一起 跟随英亲王阿纪格南下追击李自成 一路追至陕西 又出五官连克湖广江西 最终逼得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自杀 李自成死后 尚可喜班师回朝 奉命驻守海州 1646年 他又与孔友德耿仲明一起进攻湖南 1648年得胜还朝 1649年 因战功显赫 尚可喜被顺治地 册封为平南王 并赏赐金印 金册 同时让其与耿仲明一起率部二万余人进攻广东 打击南明残余势力 与尚可喜一同被封王的 还有平西王吴三贵 攻打云南 静南王耿仲明 攻打福建 以及定南王孔友德 攻打广西 也就是说 清朝初期原本是四番 之所以后来变成三番 是因为1652年 孔友德在桂林被李定国打得战败自杀 由于他没有儿子 所以定南王爵位撤销 在进军广东途中 耿仲明的部下因为违法 导致其被迫自裁 由其子耿继茂继承爵位 两路大军继续进军 但归尚可喜统一指挥 尚可喜抵达广东境内之后 南明军队望风而降 永利帝也逃到了广西吴州 只有南明梁广总督杜永和拒绝投降 他坐镇广州 与尚可喜对峙了长达十个月 一直到1649年12月 尚可喜这才攻陷广州 随后他展开了大屠杀 斩杀降冰六千余 其余降冰则赶到海边 逼其跳海淹死 另外又在广州城内血洗百姓 尤其是青壮年男子 最终被杀者多达七十余万 史称耕吟之节 这毫无疑问是一次报复行为 也是尚可喜人生的又一大污点 广州城破的第二天 尚可喜才下令停止屠杀 然后派人安抚州县 很快就平定广州全境 尚可喜在镇守广东的过程中 最亮眼的表现 莫过于他于1653年和1654年 两次击败李定国对广东的进攻 李定国曾逼得孔友德自杀 却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可见他的军事才能还是不错的 南明灭亡之后 尚可喜在广东算是安稳下来 他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王府 并广奈妻妾 有记载的就有24位之多 这些妻妾为他生育了69个孩子 其中儿子37个 女儿32个 可谓多子多福 而尚可喜之所以能养得起 这么大一家子人 当然仅凭朝廷的俸禄是不够的 主要是因为他在广东开设私事 征收私税 光这两项 每年就进账百万两百银以上 并且尚可喜还垄断了广东的盐 矿等一切贸易 使他赚得盆满钵满 使人有平难之父 驾于天下的说法 可见尚可喜不但上马会打仗 下马还会赚钱 当然他也做了一些 立国立民的事情 比如他驻守广东的26年时间里 广东的社会治安很好 农业发展的也很不错 他还重建了礼乐文教 出钱建造寺庙 以容纳明末出家学者 并且他没有像其他藩王那样进行圈地 总之 在尚可喜的治理下 广东发展的还不错 百姓也安居乐业 这算是他对国家做的一大贡献吧 到了晚年 尚可喜尤其宠信佛教 或许是因为他自觉前半生杀戮太多 也做了不少亏心事 所以心神不宁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 但是尚可喜的晚年并不那么幸福 而是烦恼多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 康熙决心撤三番 可喜发誓不判清 尚可喜作为北方人 却长期生活在南方 这让他无一日不思念北方 尤其是他逐渐年老之后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顺治十一年 1655年 51岁的尚可喜给顺治帝上了一道奏折 以自己谈及时作为由 请求归养辽东 但顺治帝以广东没有完全稳定为由拒绝 之后 尚可喜又数次上书请求归乡养老 但无疑不被顺治帝拒绝 尚可喜虽然感到失望 但也为顺治帝的屡次挽留而感动 1661年 顺治帝去世 他的儿子康熙帝继位 康熙帝继位之后 朝政被敖拜等人把持 因此无法亲政 但后来他制除敖拜 这才得以真正掌握皇权 康熙帝年少有为 他意识到三藩的存在 是朝廷的巨大威胁 所以决定撤翻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三藩各自拥兵自重 且每年朝廷都需要花费一半的税收 集两千余万两白银来供养他们 这对朝廷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为了撤翻 康熙帝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但始终没有正式下发撤翻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 尚可喜却间接给了他一个机会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尚可喜上书康熙帝 请求归养辽东 留长子安达公尚之信 镇守广东 这是他十二次上书 请求退休 当时 康熙帝召集大臣们 认真商议了这件事 绝大多数人认为 尚之信这个人专横跋扈 朝廷难以控制 还不如让尚可喜借着干 而对于三番问题 康熙帝早就有撤一反 不撤一反的论断 所以他很快就下达了 直接裁撤三番的命令 吴三贵和耿晶中 对此十分不满 各自暗中准备造反 只有尚可喜接受撤翻命令 还开始打包行李 准备返回辽东 在尚可喜看来 自己这辈子也值了 赚的钱也够子孙 几代人花了 接受撤翻 无非是不能继续统治广东 在利益上要受些损伤 却可以得到朝廷的优待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反之 或许会被朝廷尽数剿灭 那就不值得了 然而就在尚可喜准备启程的时候 吴三贵却起兵造反了 耿晶中也积极响应 云南、贵州、福建、江西、广西等地 很快就落入吴三贵之手 康熙帝见尚可喜没有起兵 知道他并不打算反清 便对其进行积极拉拢 下旨让尚可喜继续镇守广东 册封尚之信为镇南王 尚可喜赐子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 事实上 康熙帝不但想要尚可喜不起兵造反 还想让他帮自己牵扯叛军的兵力 而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 尚可喜发誓效忠清朝 硬是以一己之力牵扯了十几万叛军 为朝廷整军备战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康熙帝因此对他十分感激 后来广东几次差点被叛军攻陷 朝廷为了保留广东这块战略要地 便两次派兵救援 但都在江西被叛军拦住 尚可喜因此只能孤军奋战 最艰难的时候 广东十分之四的土地都丢失了 广州城也被叛军围困 尚可喜在王府的后院架起火堆 随时准备跳进去自焚 但好在叛军始终未能攻克广州 尚可喜的举动让康熙帝感慨万千 为了表彰他 也为了进一步拉拢 康熙帝册封他为平南亲王 然而 康熙帝的这一举动 并不能改变尚可喜的现状 广州被叛军围困日久 让他感到十分绝望 他甚至让人给自己画好了一项 好让后人知道自己作为大清的忠臣 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说来可笑 尚可喜当初很轻易就背叛了明朝 却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发誓不叛清 或许他已经背叛过一次 不想再背叛第二次吧 要不然就成吴三贵那样的人物了 大家注意 此时三番之乱还只有两番 那第三番在哪里呢 惨遭儿子囚禁死 乾隆称其为二臣 正如乾文所说 尚可喜誓死不叛清 而他之所以如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的家族与清朝联姻十分频繁 有十四个儿孙娶了公主为妻 家族有一百五十多人 在朝担任高官 如果他选择造反 那家人就要遭殃了 在尚可喜的儿孙当中 大多跟他一样 都是孝中清朝的 但他的大儿子尚之信 却不是这样 这还要从王位的传承说起 在尚可喜心中 尚之信虽然是长子 本应继承王位 但他更喜欢另一个儿子尚之孝 因为尚之孝更为贤能 这引起了尚之信的极大不满 吴三贵了解到这件事之后 又知道尚之信也不是个安分的主 便派人对其进行拉拢 并答应事成之后封尚之信为王 释守广东 这让尚之信十分心动 便答应跟着吴三贵造反 康熙十五年 1676年2月 尚之信突然出兵包围平南王府 将其赋尚可喜囚禁 夺取了广东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然后起兵响应吴三贵 而随着尚之信的加入 三藩之乱正式形成 南方大半落入吴三贵之手 形势开始变得对朝廷较为不利 得知儿子起兵造反 尚可喜意识到 不但自己的仪式英明尽毁 全家老小也必将遭殃 在绝望之下 他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 却被家中奴婢救下 此时的尚可喜 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被儿子背叛 还连带着成为二次被主之人 这比让他去死还难受 因为心中郁闷 所以尚可喜很快就生病了 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1676年12月 尚可喜因病去世 他临终前曾对儿子说 无受三朝隆恩 实事至此 不能杀贼 死有余辜 并且尚可喜还让人将 皇太极赐给他的官服 拿出来穿好 然后强撑着身体向北而拜 留下了他人生最后的遗言 无死之后 必反避海城 魂魄有之 仍是先帝 说完 尚可喜就去世了 尚可喜的儿子虽然造反 但他却受到了康熙帝的尊重 康熙帝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 感到十分悲痛 特赐示好曰 静 由于尚可喜留下了葬在海城的遗言 所以他的儿子们没有将其下葬 而是将其官果暂存在广州大佛寺 康熙二十年 1681年 三藩之乱彻底平定之后 康熙帝得知尚可喜的遗言 下令将他安葬在海城 并拨款八千两作为安葬费 还派遣了两名四品顶带的左领和一百名士兵守卫其坟墓 这些守牧人一直守了二百余年 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对于尚可喜的家人 康熙帝也给予了优待 赏赐良田万情 以资助其生活 上是一族在朝任职者也都得到后代 可以说 康熙帝对尚可喜的深厚事安排得很好 尚可喜如果泉下有之 肯定会感到欣慰 但是在几十年后的乾隆朝 乾隆帝却干了一件事 将尚可喜列入二臣传 与红成仇等人同列 我们不知道乾隆帝的动机是什么 但细细一想 却发现乾隆帝做的也没错 毕竟尚可喜曾背叛明朝 这种污点是无法洗刷的 哪怕他是清朝的忠臣呢 我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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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